一名40多岁的男子 昨天持者宜蘭到头城的区间车票 搭乘225班次从花莲开往树林的普悠马列车 而在下午4点25分从宜蘭来发车 这名男子因为口罩没戴好又没有车票 列车长在巡车时要求戴好口罩并要求补票 男子却以无家可归以及是游民没钱来推脱 不料后来由旅客通报 这名男子却在火车上来吐痰 并声称自己有传染病 造成同车厢的旅客惊慌纷纷躲避 据当班是列车长是在宜蘭站交接班上车的 上车他就沿路行查车厢 在快到瑞芳的时候 接获地区车的旅客在返运 说有一名中年男子他虽然有戴口罩 但是口罩放在下巴没有戴好 随地乱吐口水 他们旅客就会造成旅客的恐慌 旅客是有跟他反映说 他在车厢就一直吐口水 然后做事去吓人家 对然后把他车上旅客搞得在那边 在那边在那边 甚至有一位旅客到树林 他还问我们车长说你们车站有没有遗护人员 他很担心 他自己担心 旅客自己很担心 说那位先生这样吐口水 他到底有没有什么传染病 因为他在车上他有讲 他有讲说他有传染病 他去吓他们 电车长接获通报之后前往处理 虽然这一名男子的态度 已经收敛许多乖乖的配合 但这样的行为恐已经来触发 在南港站郊游铁路警察处理 因为造成旅客恐慌 又是防御期间这个时间 所以我们对这件事情 我们台体局不管轻浮 所以说立即通报 下一个停靠站南港站 请通报南港站的铁路警察 来到南港站月台上来做处理 所以在大概在17点20分左右 车子到南港站以后 那个铁路警察已经到月台上等候 我们旅客就隔离到第八车 在第八车北端的车门 这样请他下车由铁路警察带去征信 台体表示这名旅客越级乘车的部分 已经进行了补票 并表示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不配戴口罩者 将依传染病防治法 裁罚3000到15000元的罚还 若其他过激扰乱秩序的行为 将依社会秩序法 铁路法等等来处罚 将请铁路警察局 含报当地的卫生局来裁罚 宜兰新闻记者十四名 采访报导